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Peter 本周日的24点 MFGhost第一话 终于要开播了 官方也放出了 应该是最后一支PV来预设 这里先来看一下 我个人翻译的PV5 そこにいるの 出来る限りのサポートをするよ これからは俺のことを先輩と呼べ ダブって見えたぜ 藤原匠の超高速四輪デリフト そのドライバーには注目しておけ このドライバーの存在は 今シーズン最大のトピックになることでしょう 僕の目の前から消えてくれ 前は下手になったか 赤馬 こんなところで再会できるとは どこでブレーキングしてるのよ ここは大崎です なめんな 特別な感覚を持っているとしか思えません 褒めすぎだぜ シンクのトヨタ86GT カタギリカナタが行く Let's go 首先 说一下播放时间 频道是动画专属的TOKYO MX 在这里 每周日的24点 其实指的是周一的凌晨0点 没错 这是一部深夜党动画 黄金时段还是得让给美少人战士 赛马娘之类的 順带一提 上次介绍过的Overtake 正好是在MFGhost后面的凌晨12点半播出 好家伙 这是逼着我们周一凌晨熬夜的节奏 回到PV内容 这次的亮点自然就是同龙自敌时期的三大男主 藤原错海 高桥两届 高桥起届 三人的声音都在PV中出现 片头的旁白是来自三木真一郎 介绍了MFG的核心规则抓重笔 在这里我觉得 让三木真一郎来配旁白 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毕竟在MFGhost中 藤原拓海那一代射手全部退居幕后 我们先来聊聊拓海的情况 创作不易 还请各位三联关注支持我 在头分四地结束以后 拓海在20岁时 支持人去到了英国 参加当地的拉里锦标赛 虽然在沙石路面上 他有明显的短板 但是他在柏油路面上的精人成绩 帮助他在第三年 获得了该赛时的冠军 因为他犀利的驾驶风格 观众们给他起立一个昵称 Fly in John 这里 我看到的其他版本的翻译 其实并不准确 比如有人翻译成为 飞翔的日本人 但这里的John 其实是法语的让 这个名字的普遍程度 相当于日本的太郎 所以可能称作 飞翔的太郎会比较合适 拔得英国国内拉里赛事 投球的拓海 在那之后 开始作为外卡车手 单战参加WRC 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和丰田WRC车队 签了全年的合同 并在冬季测试时 他的赛车 因为变速箱的故障 导致车辆滚下山崖 经过长期的住院和复健 虽然身体在之后渐渐康复 但是很遗憾 错过了作为职业车手的黄金时期 在那以后10年 他作为RDRS的教练登场 并且他的得意弟子 就是本作的主角 夏向李文敦 据说在复健期间 一位女性的职业高尔夫选手 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 在拓海的身体康复后 两个人还结婚了 在我看来 作为一个野肚子出道的车手 这样的待遇 可谓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现在丰田高尔夫选 WRC车队中 靠着户口本上位的盛田桂园 在四台丰田WRC战车里的成绩 基本是垫底的 整个周末 差距和队友在7分钟以上 可见在世界舞台上 天豪板是多么的高 重野秀一 也是正儿八经的赛车迷 与其像土屋一样 在职业赛事中 一直处于中流水平 提前退役 过上幸福生活 在赛车学校 培养下一代车手 对拓海 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也不为过 说了这么多 因为在之前的视频 很多的观众 在弹幕以及评论中 说拓海残废了 所以这一次 特地来澄清一下 说完了拓海 PV4中 只出了一个镜头的良界 终于说了一句话 让10号留意一下 下生的表现 至于我们的二哥 虽然没有出来正脸 但是身为地产公司老板的他 和以前的混混造型 已经是判若两人 这点不得不说 在每个人的配艇设定上 充野秀一 可谓是跟车子不一样 完全非常的写实 秉承了现实世界中 负者横幅的定位 有关头分四弟角色 在MF集中都成了什么样 我会另做一句视频来解说 感兴趣的朋友 还请三连分享并关注 至于其他部分 并没有什么新的惊喜 动画的音乐 就目前的PV来说 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话说在2023年 MF Ghost 这个声优阵容 可谓是非常强大了 并且下乡的祭师 在声优Overtake中 也有出演 同样是主角的祭师 也算是成功的灵活就业 最后我来说说 老一辈玩家在MF集中 统统推至二线这个情况 很多人对此表达了不满 以及不理解 事实上 在投文字迪的时间线中 已经过去差不多15年 很多20多岁入场的角色 到现在已经到了尔利之年 失去了年轻时代 那种新鲜感及冲动 像小博奎 徐登静一 奥山 以及邱山社等人 在认清了自己的天赋 以及天花板之后 很多幕后 从事相关行业 其实已经是这帮烂仔们的 最棒归宿了 也因此才有了 类似阿姨语工 Top Secret 等快智人工的品牌出现 老一辈们虽然离开 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 会传递给下一代玩家们 继续将玩车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个人感觉 MF集和托姆斯迪的关系 有点像拿多多和波鲁多 老一辈如果一直站在神坛上 新的故事又怎么能继续呢 而且再怎么说 MF集也要比不然吧 好了 那各位 本期MFGhost PV5的解读就到这里 在这个频道 会定期分享有关 JDM汽车 以及日本人文的有的内容 觉得我的内容好 还请三连关注 并把本条视频 奉献给你喜欢车的朋友们 谢谢 拜拜